好 我们来关注欧洲这个部分 疫情即将进入寒冬 所以要拼观光 必须要把握八月了 在冰岛这个部分呢 是让大家在家握游 它直升机驾驶 载着导演飞到一般人 脚踪去不了的地方 拍摄各种冰岛奇景 那么还有这种像是飞行剧场一样 也可以有身丽其境 更直接真实的感受 以色列把世界遗产的户外洞穴 结合艺术展场 也是空前的做法 中亚国家吉尔吉斯 他所有的酒店 房价 价格直接砍半 住在那边的饭店 一日住宿再包三餐 不到台币一千块钱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了六个月 全球观光业跌谷底 各国纷纷开始出奇招 吸引观光客回流 我的名字是Jorn 我的名字是Jorn the Blade 因为航空车 冰岛直升机驾驶比扬森 拥有35年的驾驶经验 他是冰岛观光的重要推手之一 因为他是各国影视导演 爱用的直升机驾驶 曾参与拍摄的影视作品 包括了HBO卖座影集 冰入火之歌 电影《硫磺岛的英雄们》 和《白日梦冒险王》等好莱坞大片 对宣传冰岛观光贡献可不小 不过他说有几场戏差点要了他的命 冰島的瀑布 冰山和峽谷绝美景致 有的是没有交通可以到达的 只能搭直升机才看得见 比昂森因此帮飞行剧院拍影片 让游客坐在剧院里 就能有飞越冰島的体验 在伊斯兰里有一个优秀的水满 叫做阿尔德亚辉 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图案 在阿尔德亚辉 与一名非常棒的图案 与与真正的危险的衝突 然后我们在飞行船船 在想把这风险的浮试 突然是从他发向尾端 是很美的地区 是这么令人举办的衝突 对于船长和海洋人 疫情期间各地饭店都大降价 像是意大利顶级饭店 就打八五折 还送葡萄酒或晚餐 如果大家觉得这样已经很好康了 那么中亚国家吉尔吉斯的饭店 简直就是跳楼大拍卖 房价直接砍办 观光海滩游客稀稀落落 尽管房价已经砍到建谷 还是少有顾客上门 不过这倒是让一些平常负担不起 高级饭店的国内游客 趁机大减便宜 吉尔吉斯人口650万人 观光业是成长最快速的产业之一 占了整体经济8% 饭店生意在疫情爆发后掉了八成 新一波疫情目前又在全球蔓延 当地业者对前景感到悲观 暑假也是博物馆的旺季 今年博物馆大多配合防疫而关闭 以色列就想出了一招招揽游客的方式 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的世界遗产和现代艺术展览结合在一起 古柏林玛丽莎国家公园位于耶路撒冷近较50公里的地方 公园中有许多开放式的洞穴 世界遗产的维也纳美泉宫闭关两个月后重新开放 但游客人数大不如前 另外英国伦敦的自然史博物馆 馆内人员正在忙着为大型恐龙化石打灰尘 准备5号重新开门迎客 TVBS新闻总和报导